巴基斯坦遭遇世紀洪災 創紀錄的降雨量 让三分之一的国土泡在水里 河川和湖水泛滥 将周遭地区完全淹没 三民感叹 他们的村庄已经沉入水中 彻底消失 曾经的家园变成了巨大湖泊 巴基斯坦遭遇世纪洪災 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土泡在水里 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死亡人数已超过一千三百人 在七八月间 巴基斯坦的降雨量达到三百九十一毫米 比三十年平均雨量高出近百分之一百九十 南波的信德省更是高出了百分之四百六十六 巴国最大湖泊曼查尔湖 平岸会决 将周边村庄淹没 民众苍皇逃生 栽情惨重 从卫星图像来看 信德省的受创程度令人震惊 冒涨的硬度和泛滥成灾 将曾经的农田变成了一个一百公里宽的巨大内陆湖 对于未来 灾民担心没有足够食物 而洪水引发的传染病也是一大威胁 官员估计洪灾影响了三千三百万元的生活 相当于巴基斯坦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并造成至少一百亿美元的损失 联合国已发起一项1.6亿美元的援助呼吁 该国气象部门预测 9月会有更多降雨及山洪爆发 南部将面临来自印度河的洪水 联合国奈兵书警告 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